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内陆最大的水路空交通枢纽 每天都是一派繁忙景象 四面八方的人流汇集于此 经此去往旅途的下一站 除了人类 还有一些特别的旅客 也将在此中转 它们落回大地 短暂停留 等待体能恢复 武汉湿地资源居全球内陆城市前三 拥有16.2万公顷的湿地面积 是鸟类迁徙和中转的重要驿站 鸟儿们一群群陆续到达 几周休整补给后 它们又将陆续离开 湿地为它们准备好充足的食物 慷慨款待着这些鸡肠鹿鹿的过路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待开启下一段旅程 短暂休整后 中转的旅客们将再次出发 踏上旅途 对于每个过客来说 中转时光是短暂的 但此间温暖庇护 慷慨已待 可以抵御一切路途坎坷 江城驿站 欢迎您的到来 明镜与点点栏目